灣區 最冷星期二、星期四回暖或會有雨 由於來自加拿大嚴寒空氣層的影響 灣區星期二早上出現入冬以來最低的溫度 寒冷的氣溫預計將會持續到星期三 之後稍會有回暖 為週末兩輪降雨展開了聚幕 灣區星期二最冷的地方位於北灣 有幾處地點跌破了華氏30度 亦是早上6點,佩多努馬市中心錄得27度 Santa Rosa北部28度 東灣Concord、Bill Cannon Field Airport機場亦是30度 而南灣聖歐斯就錄得37度 星期二早上6點之前,三藩市市區也只是41度 而溫度繼續下降 網站SFG引述全國氣象局天氣專家Roger Glass表示 來自北利甸哥倫比亞的冷風 星期日將登陸灣區,促使溫度大幅下降 星期三日間之後,灣區的溫度會慢慢回升 大概較兩週高5度左右 氣溫會繼續上升到週末 星期四溫度又會較星期三高出幾度 而有些內陸的地方,溫度依然徘徊在30多度 而到了星期五早早,灣區的普遍氣溫都會是40多度 東灣在星期四下週可能會出現這段時間的第一波降雨 這些趨雨會是晚上至星期五的清晨,逐漸推至灣區的中部 雨勢屬於較微 氣象局估計,星期四、五的雨帶 北灣將會有0.4至0.75英寸 山區會有0.75至1.5英寸 而灣區的其他地方就會有0.1至0.5寸 南灣的雨量就會相對較少 天啊,我是記者的評測報道 0.3.1至2.5 1至2.5 20.2 compete